在民國99年1月16號的時候一場工廠火警 鐵捲門破壞以後空氣整個灌進去 產生了散燃 散燃的高溫瞬間就可以達到一千多度 我們小寶屋沒辦法抵抗那麼高溫的溫度 所以大家都開始跑 我也是在準備要趕快離開的時候我跌倒了 腳不小心踩進了一個鐵絲網 然後就整個人被卡在那邊 我跌倒的時候消防帽也飛走了 好不容易我把腳拔出來以後 那時候面鏡整個燙化掉了 我看不到逃生的方向 所以我必須要把面鏡拔掉 等我把面鏡拔掉的時候 臉上開始劇痛 非常痛 可是那個痛大概只有一分多鐘而已 就慢慢減輕了 因為我的真皮層跟我的神經都燒掉了 那種瞬間的感覺就是 我要死了 我可能會死在這裡 腦筋就是一片空白 只是覺得很疲倦 很累很累 莫名其妙有一個聲音 講起來很奇怪 但是我確實有聽到那個聲音 你躺下來吧 你躺下來吧 躺下來就沒事了 我那時候真的很累很累很累 我就慢慢的坐下來 可是當我想要放棄的時候 我腦筋突然閃過一個畫面 我兩個小孩 不能讓他們沒有爸爸 所以我就開始爬 我就在地上爬 我不知道爬了多久 等我爬爬爬爬爬過了一個熱點 過了以後 他們才把我一把把我拉出去 可是那個時候我的臉都沒有知覺了 只有那種緊壓緊繃的感覺 然後我就被送到醫院 昏迷了一個禮拜 陸陸續續的手術了55次 因為我那時候醒過來的時候 都還是插著管子 我沒辦法講話 我都是用紙跟筆 一張一張的寫 一張一張的寫 那些紙我都還留著 那時候我是看到我媽媽 我第一張寫的是 我要趕快好起來 我還要繼續當義肖 但是我的裝備全部燒光了 怎麼辦 然後我媽媽她就很堅強地跟我講 她說沒關係 只要你好起來 再貴的裝備 我們都可以買回來 受傷的時候 剛好準備要過年了 家裡面的人 只花了20分鐘 把那個黏黏飯吃完 全部都跑到我的病房去 我那時候很期待 很期待看到我的小孩 因為我受傷後都沒有再看到我的小孩 那時候我還請護士幫我的臉 清理得乾淨一些 不要看起來那麼的恐怖 大女兒因為比較大 她心理建設也做得比較好 所以她一進來就有叫我爸爸 結果反而是最黏我的那個二女兒 她躲在媽媽的背後 完全不敢看我 也不敢叫我 我那個時候 馬上眼淚就掉下來了 但是我不想讓他們看到 我就假裝說我要去關個窗戶 結果那個窗戶是關起來的 我就站在那個窗戶前面 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就一直掉眼淚一直哭 結果在這個過程中 好像我女兒已經聽到我的聲音 認出我來了 結果二女兒就跑到我旁邊來 拉著我的手說爸爸 然後那個情緒才馬上又轉變過來 我花了蠻長的時間去走出來 那臉部那種看起來就是 連我自己照鏡子我看了都不喜歡 自從受傷後在路上很容易去察覺 民眾在盯著你看 在看著你 一開始那種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因為我覺得好像被人家當成異類 經過了很長的時間自己去開導自己 我知道這個工作是可以幫助非常多的人 也可以保護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發現我喜歡這個工作 其實我第一次發消防衣的時候 我拿完消防衣我就回家了 然後我回家以後 我足足穿的消防衣穿了快一個小時 在鏡子前面照相 奇怪怎麼可以這麼帥 心裡面感覺到的是榮譽跟激動 因為我覺得我穿上它 我已經身為一個真正的一個消防人員 這些都是消防員的祈禱文 就是希望可以讓我在火場裡面 可以聽到最微弱的聲音 然後用最大的勇氣去把他們解救出來 以前就很熱愛消防這個工作 可是我發現我受傷後 我更熱愛這個工作 受這麼嚴重的傷讓我還可以活下來 我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那一些民眾等著我們去守護他們 這就是我的火消靈魂 在這個舞台上盡量的去發光發熱 然後去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去做更多的事情 過 MICHA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